LVA小阿萱新專輯瀟灑小姐不僅銷售成績亮眼 其中專輯的螢光視覺概念 更是引起許多歌迷的討論與模仿 而LVA也在9號深夜舉辦螢光派對 要與歌迷一同慶功 難得可以跟偶像近距離互動 現場粉絲的情緒都駭到最高點 各個使出渾身結束 就是為了要吸引瀟灑小姐的注意 LVA光是跟歌迷互動還不夠 沒想到在遊戲當中 竟然也把腦筋動到經紀人身上 要趁機幫單身的經紀人公開徵婚 還有稻苗單身 也要調數女君子號球 如果想要跟她聯絡先通過這一關 雖然客串當情沒人 但LVA進來可是桃花不斷 當然也要說說自己的摺偶條件 我的25到50 OK啊 身心靈健康 然後 外型 順眼 外型順眼 才剛被媒體報導與MV男主角 陷入熱戀的LVA雖然否認戀情 不過對於姐弟戀 她似乎也不排斥 年紀大小不是問題 感覺是重點 注重感覺的LVA 如果哪天也能大方承認戀情 那就真的很瀟灑了 奇宇樂台北報導